灵魂之心 情绪的觉察 作者 盖瑞·祖卡夫 琳达·弗朗西斯 翻译 阿光 第十五章 和世界成为朋友 亲密感是能量以爱和信任的方式 离开你的能量系统的一个标志 亲密感的缺失则是能量以恐惧和疑虑的方式离开的一个标志 当你对你的能量系统和它的运作没有觉察的时候 亲密感和缺乏亲密感看起来似乎只是偶然的体验 当你觉察到你的能量系统并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时候 你就能够在你选择的时候创造出亲密感 亲密感并不意味着要和另一个个体产生密切关系 虽然在你体验到亲密感的时候那可能发生 而它也不意味着别人会以某种方式对待你或者其他人 亲密感的体验与别人怎么行事无关 与他们怎么说话也无关 它取决于能量如何离开你的能量系统 当能量以爱和信任的方式离开你的能量系统 你就会体验到亲密感 当它以恐惧和疑虑的方式离开 结果就是相反的体验 你感觉到孤单和阻隔 这两种体验都很容易辨认 第一种是亲密感 它令人满足和喜悦 在这种体验中 你感觉到对自己的生活和他人敞开自我 你期待跟他人在一起 你关心他们 即使他们没感觉到跟你是相关 你也能感觉到跟他们是相关联的 你对他们是感兴趣的 你对他们是感激的 你感激他们在你的生活之中 练习 回忆一段时光 回忆你生命中一段 让你感觉到跟某个人 或者一群人很亲近的时光 那也许是在一个 大家都坦诚直言的家庭聚会上 或者是在一个 每个人都如此悲伤 但是也感觉到如此亲近的葬礼上 或者是在一个 将社区里的人 都凝聚在一起的社区悲剧中 在这些时候 会有一种对亲密感的感受 这是一种每个人的能量 都以爱和信任的方式 离开的群体体验 回忆你当时的感受 不管你们过去如何 你当时感受到对彼此的爱 你感受到对你身边的人的温柔 你身体里那温暖炽热的感受 回忆起那种感觉 在那些时候 大部分的能量 是以爱和信任的方式 离开你身体的 第二种体验是亲密感的缺乏 它是令人痛苦的 在这种体验下 人对你来说像是物体 你对他们的感觉 与想法毫无兴趣 除非这些影响到你 你更关心的是事物 比如新车 或是一份更好的工作 而不是人 活动 比如完成一个项目 或者取得某个成就 对你来说比人更重要 所有的事情对你来说 都比人更重要 除非你需要他们来成就 你所想要的 亲密感的建立 需要一个人承认自己的脆弱 承认自己的脆弱 其实并不需要你把每一个不安的感觉 分享给另一个人 或者每一个人 它需要你感觉到自己每一个不安的体验 如果你无法感觉到你自己的不安全感 你就无法在别人的内在看到他们 更不用说去觉察他们了 亲密创造出敏感 当你具备亲密感 你对自己和别人都变得敏感 当你不具备亲密感 你就只对自己敏感 而即使是这种情况下 你也无法意识到你感受到的一切 练习 我是过度敏感的吗 你是敏感的呢 还是过度敏感的呢 问你自己以下这些问题 我是 敏感或过度敏感 我是意识到别人的感受 或者将事情自己承担 我是对其他人负责 或者对其他人是被动反应 我是将情况看得很清楚 或者评判外在环境 我是对自己和别人都感兴趣 或者只对自己感兴趣 亲密感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 我们渴望体验亲密无间 我们生来就被设计成要去体验亲密感 关怀敏感和对彼此的爱 当你对待周围是亲密的 你是满足的 每一次与人的互动都令你满足 或者它会孕育出更深入的洞见和灵性发展的可能 当你没有充满关爱与敏感的时候 也就是当亲密感缺乏时 没有事情令人满意 每一个与人的互动都是冰冷的 有时候甚至是残酷的 脆弱让你感觉危险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体验 你感觉到孤立和孤独 你无法碰触到别人 他们也触碰不到你 你会努力去完成一些活动 并成就一些目标 而不是想建立关系 你寻求的关系都是功能性的 那些能够帮助你获得你所欲求之事物的关系 对亲密感和外在权利 也就是去操控和控制的能力的追求 是互不相容的 两者无法共存 亲密感的缺失和真实力量的追求 也就是人格与灵魂的协调一致 也是互不相容的 当你自然地创造出和谐 协作、分享和对生命的尊重时 你就不会被亲密感的缺失所折磨 当项目、成就和目标对你来说 比人更重要的时候 你就像走进了一间像大冰箱一样 冰冷黑暗的房间 你的生活就成了这个房间 不管你到哪里都是冰冷的 看起来好像没有人支持你 即使他们想要这样做时 看上去也是冰冷的 因为你对他们的意图不是温暖和支持的 你无法站在别人的内在 想象你在自己内在中没有体验过的 所以不管有多少朋友向你靠近 你总是在孤独中行走 你将赞赏看作奉承 将欣赏变为无知 在你和他人之间有一堵墙 这墙和钢筋水泥的墙一样真实 这堵墙也将你和自己的感受分开 你的意识只局限在你的愤怒 不快和失望上 你只意识到别人没有达到你的期望 以及你对自己和他人的评判 你还无法看到更深的 更痛苦的情绪 当你没有真实的看到 你自己更深的痛苦情绪时 他们将对你的感知 判断和行动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情绪就是恐惧 生气比体验你的恐惧更要容易 恐惧与绝望总是在一起的 你将你所处的情境 看成是你没有能力改变的 否则你是不会害怕的 愤怒是一种去改变别人 以让自己感觉更安全的常识 你越恐惧 你就越是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在你看来 别人也就是越错误的 在你的愤怒中 你感觉自己是正确的 因为你的判断是建立在 你自己所构建的事实基础之上的 所有痛苦的情绪都是恐惧的表达 当你被一股愤怒或者悔恨 或者想要报复的情绪所抓住时 你看不到这一点 你只看到你所触发愤怒的一个原因 一个你无法挽回的损失 或者一个你无法忍受的不公正 当你正在愤怒中爆发 在悲伤中封闭或者 对一个不公正大怒的时候 你阻止自己去看到自己最核心的痛苦的根源 那就是恐惧 所有周围你所看到的 所有你所碰到的人 所有你内在所经历的 都是你意识中的恐惧的反应 他们阻碍了你的觉察 在你能够面对你自己的恐惧之前 你一直是他们的囚犯 你无法走出冰冷黑暗的房间 你甚至都不知道还有外面世界的存在 你的生活充满愤怒 仇恨 遗憾 嫉妒等等 其中没有亲密的体验 你的生活成了一个下坠的 无力的 充满伤痛的旅程 练习 面对你的恐惧 花一天时间去注意 你所拥有的每个痛苦情绪 注意你有哪些身体感觉 它们都在你能量系统的哪个部分 请记住所有的痛苦情绪 都是恐惧的表达 比如愤怒 忌妒 悲伤 仇恨 和贪婪 它们是跟着对自己和他人的评判思维 一同到来的情绪 一些人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体验 它们总是将其他人看成是威胁 机会 目标 资源 或者是对它们祈祷的回应 这是一个正处于转变之中的人类现状 亲密感并不是说要将自己所有的家人 好友 或者亲戚 都当成占有 力量的来源 以及对风暴的屏蔽 亲密感是信任宇宙会在最合适的时候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提供你所需要的给你 亲密是可能的 这是正在传达给千万人的观念 它是一个正在改变整个人类体验的转变 这种存在的方式正粗略的提供给那些没有满足感的人 它是一种内在的直觉 它告诉你有另外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它是对那些从前看起来令人厌恶的人突然的同情 它是一种对恐惧 挣扎和其他人的喜悦的一个深入洞见 它就是融入你自己的人性当中 亲密感就是放下你的防卫 你好无保留 轻松地进入当下 你成了世界的朋友 世界也成了你的朋友 你欢迎每一个到来的近况 而不是抗拒它 你对迎面而来的风敞开双臂 那风就是你生命的力量 它正在改变从而满足你最基本的需求 你灵魂的需求 每一个情境都成了一件礼物 一个帮助了你的朋友 一个欺骗了你的邻居 一个像你微笑的陌生人 善良的人和粗暴的人 那些符合你期望的人和那些不符合的 所有这些都给你提供了机会去探索你自己 从而发现自己更多的部分 并改变你自己 重要的事情从来都跟别人无关 而跟你自己有关 问题不是如何去改变别人 而是如何去改变你自己 以避免重复同样的痛苦经历 练习 当我将亲密感带进我的生活 我成了世界的朋友 世界也成了我的朋友 我欢迎每个情境的到来 而不是抗拒它 能量以爱与信任的方式 离开我的能量系统 我欣赏自己和他人 当你以这种方式去看待你的生活 你就提升了你生活的内容 你不再关注是什么让你生气 而是关注你内在的愤怒体验 你不再将你的注意力 放在那些让你感到挫折的地方 而是放在挫折的痛苦体验本身上面 你不是去责备他人 对他们吼叫 评判他们 对他人封闭起来 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去操纵别人 而是去向内看到痛苦情绪的起源 你知道是他们滋生了这些行为 对于那些过去控制你的痛苦情绪 你不再满足于以一种掩盖或者回避的方式去回应 你成了自己内在疆域的无惧探索者 在那里你为自己的所有发现而惊喜 包括你的恐惧和他们到来的方式 能量在你的能量系统里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 让你感到无边无际的喜悦 感恩和爱也是能量在你的能量系统中处理的方式 当你将问题从我如何才能改变别人 变成我如何才能改变自己时 你有意识地进入了地球学校 你专注于自己内在痛苦情绪的体验之上 而不是发生在你之外的什么之上 你专注于你内在的痛苦的体验 而不是什么让你生气 你内在的嫉妒的体验 而不是什么让你嫉妒 你内在的悲伤的体验 而不是什么让你悲伤 你内在的恐惧的体验 而不是什么让你害怕 等等 你不再逃避你的生活和自己 你将这两者都当成朋友来欢迎 这两个朋友陪伴你走在你灵魂的旅程之上 这个旅程始于你在地球学校上的诞生 并会结束于你个性死亡的那一天 也就是当你的灵魂回家时 在这两个时间之间 你遭遇到你生活中的境遇 并且会对它们做出反应 你每一次反应都制造出更多的情境 每一次的情境都给你带来机会 去审视你自己 而不是别人 去改变你自己 而不是别人 你应该更加投入你自己的灵性成长 而不是某个项目的完成 不是将你的生活变成你认为它应该是的样子 也不是将世界变成你认为它应该是的样子 你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 你将世界和所有在其中的一切看成是为你的灵魂服务的 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感知 在这种感知中 你将自己的体验和生活中的情境 看成是不断更新的地球学校课程 所有你所遭遇的都是你的老师 而你则是学生 地球学校的目的是帮助你去学习 如何创造出真实力量 以及带着你灵魂的感知 价值和目标 居住在地球上 它们就是和谐 合作 分享 对生命的敬重 你的老师是非常有耐心的 如果你不去学习你的环境 想要教你的东西 总是会有更多的情境来到你的面前 帮助你学习同一门功课 如果需要的话 这会一直持续下去 很多年 一辈子 或者很多辈子 当你对自己在地球学校里的课程 开始感兴趣的时候 你的生活随之变得有趣 你不再将自己的努力 用成功或者失败来看待 你不再评判自己和其他人 你知道我们都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 这就是亲密感 你没有敌人 只有在地球学校里的同学 你没有成功或者失败 只有在使用你的意志的实验 这就是你的创造实验的结果 你不可能在这门课上失败 没有一个人会这样 唯一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学习 当你还被锁在愤怒 嫉妒 嫉妒 仇恨和其他的恐惧之中时 你无法看到生活向你呈现的机会 你不能面对更深 更痛苦的恐惧和无力感的体验 所以 他们不断地找机会来到你的面前 直到你有一天能够面对他们 当你的生活开始改变时 你对改变他人不再感兴趣 当你将重心从对外在力量 从操纵和控制的能力的追求 转为对真实力量 将你的人格跟你的灵魂 调整为一致的追求时 你就创造了亲密感 这就是亲密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